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论语》八义篇第25节 子为少,尽美意又尽善意,为吴尽美意未尽善也。 孔子,这地方就是论乐嘛,又在这儿,为就是谈论这个地方,为也可以对谁谁说,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谈论。 谈论什么呢? 其实是两种舞蹈,一种舞蹈是什么?叫哨舞。 哨舞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哨,这个含义是什么? 哨呢,祖宗发明这个字,赋予它含义的时候就是人,在桌子跟前写东西。 那么称之为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文人,同时于这个文字,文字化工作的人。 所以说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这是哨的意思。 那么这个哨舞呢,就是关于在桌子前写字的人,文人,知识分子的一种舞蹈。 那么,静我们说过了,容器空了为静,我都倒出来了,一点保留都没有,就是完了。 那么,静呢,就是完全的意思。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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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瘦脚啊,瘦皮啊,或者鲜花啊等等,插在自己的头上 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还有推子里发,人都是长头发的,那头上什么都能插 打个结,弄个团,插个花,插个草,插个牛角,牛头,狼头 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美的上面就是羊角,各种各样的装饰,美,就是一种行为称之为美 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美呢,就是指舞蹈的形式 那么,就是一些动作,又尽善意 善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分享过这个善的意思 就是一个大羊啊,守着两个小羊 为什么呢,你在那捕育啊,羊 因为人最早养的动物之一就是羊啊 代表的意思就是善,善是什么,就是辞业 就是腹部对后部的这种爱护,帮助,无奉 这个无求的付出的这个奉献 扶育儿女称之为善,那么也叫词 那么在舞蹈里头呢,就是,说就是这个舞蹈的内容啊 很善啊,很好啊,叫人感觉又很温暖 说这个哨的这个舞蹈呢,尽善尽美 我们后来有个词就是从这来的,尽善又尽美 就是完全的外在的形式很漂亮 所看的内容也很完全的丰富表达的 给人的这个感觉,所谓今天的正能量满满,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为舞呢,就是谈论这个舞这个舞蹈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舞是什么意思 那么舞呢,就是弓箭和兵器放一块儿 正称为舞,我们总统发明这个词的时候 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要出去打练嘛,动舞啊 阿武力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舞人啊 弄舞的人,就是出去打练,血腥啊,杀 那么这个舞蹈呢,这个舞的舞蹈呢 就是关于,从事首位,文武嘛 不是文人的,这样生活和表达的一种舞蹈 这种舞蹈是什么,尽美意,未尽善也 这个形式也很美,要叮咚光浪,腰粗腿壮,威武 确实给人一种享受,就是这个强壮的享受 这个外在的这个表现啊,形式很美 啊,确实也尽了,就是完善的一种啊,表现的啊 外在的形式很美,未尽善也 就是哎呀,哼,你想想 动枪,动炮,动弓箭 能表现出善了吗?肯定就是一种血腥啊 那个舞蹈啊,就是去猎杀动物啊 或者是征战,然后 嗯,跟人一种残忍,嗯,不辞,嗯,所以是好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同类应该 嗯,叫同情啊,相同的感觉,呃,成为同情 怎么能去打打杀杀呢?包括今天我们也是 糊涂蛋,哎,养军队,养军队,看啥 一帮的人在他们生命 这个肉体生命最强壮的时候,二十岁左右 啊,去干什么?呃,练习杀人 嗯,你说有多大的仇?啊,这就是军人啊,保家为国啊 以后我们会分享什么是国家军队等等这点东西 嗯,其实 真的不可以那么做 所以祖宗呢,其实也 有感觉,为什么不知道,原因不知道 反正觉得这个舞 不祥之气 老子在道德经理的兵子不祥之舞 啊,这个,这个东西 你 嗯,作为一个有境界,有感悟,懂得生命的人是应该远离 嗯,不能说唾弃啊,要远离的 嗯,那么其实这一段呢 文人嘛,百龙文字 嗯,说句实话 那么 就要歌颂这个文 啊,而扁武 那通过谁的口呢?通过孔子的口 啊,这个文 嗯,第五个重要 你,一些将军立了战功 我回来,哦哟,那不得了啊,狂妄的要命的 你,一通通,我要杀,我要怎么了 你力量没他大,那文人都是文若书生啊,所谓的 那么在这里呢,借孔子之口贬低 啊,武人啊,来送养文人 啊,从某种程度上讲 两个有差别 外在的表现都不错啊 但是内容不行 那么借用孔子对这两种舞蹈的这种建筑 啊,向我们后人传达一种啊,这种信息 但是他说的也不是说,嗯,就不切合实际 但是呢,嗯,真正的意义上,确实也应该这个样 大家都是相互温而雅 就是相互尊重啊 别去弄枪弄刀的 相互之间尊重嘛 要把手空出来,表示友好 真正确实如此 但在此,这个作者的用意并非如此 他二是要贬低武,来这个 送养文 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 嗯,其实他的含义就是说 不从事文的人,包括你务农的人 啊,做工的人 啊,经商的人 那是不需要到桌子跟前去写字的 那么隐含在就是说 这些工作都必做文人第一 其实呢,就是 因为你放在这儿有比较 你明显的用意 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 那么,好 这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